男人小心翼翼地将吸管插入烈性炸药硝酸甘油里 而后嘴巴用力一吸 紧接着他将吸出来的硝酸甘油吹出来 而这一切却是为装了100公斤硝酸甘油的车辆炸开前路 下一刻他小心地将影线拉开 而后直接用力一拉 前方灰尘顿时随着爆炸铺天盖地而来 紧接着老白跟哥哥光头一样来到了原油化成的河边 望着前方的车折印他知道 哥哥他们的车辆过去了 于是满载100公斤硝酸甘油的货车就这样开入并不平坦的河床上 随着惊心动魄的剧烈摇晃车辆终于上岸 紧接着两人似乎看到了盘山路上的队友车辆 看样子他们即将抵达 可就在两人刚要松一口气时 独自驾车的领队老六却忽然发现车辆的荡杆居然失灵了 他顿时大惊 于是在盘山路上猛然一踩刹车 下一刻满载100公斤硝化甘油的车辆直直地向着下面俯冲 下面的老白望着这一幕顿时悲伤不已 难道自己的哥哥死了吗 可是下一刻一道原住民的声音响起 而他居然说这里有人受伤 两人连忙去查看 竟然是哥哥光头 原住民告诉他他是被他同车的人打伤的 两人顿时意识到刚才爆炸车辆上的领队老六真是最有应对 接着两人连忙扶起光头继续前进 时间只剩一个小时 如果他们来不及赶到那里那么一个小镇都会被爆炸摧毁 可是当老白赶来就忽然发现 自己的女儿竟然被白姐的人用枪顶住了脑袋 老白顿时懵了 没想到白姐却说本来要空运过来的钻警队被暴徒袭击全军覆没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开着装着消化甘油的车冲到彩气井里面 而如果要救出自己的女儿和媳妇 那么老白必须这样做 老白无奈之下刚要同意 却不料 原来是刚才被救下来的哥哥光头 紧接着光头看着弟弟回到家人身边似乎心满意足 而此刻的彩气平台也到了万分危机的时刻 于是光头流着泪发动了汽车 下一刻他缓缓地向着彩气井冲去 只有这样他才能挽救一个小镇的人 下一刻 随着爆炸结束 彩气井上的火焰顿时消失 有哪个同学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 好 对